对呀我是储蓄卡又不是信用卡 我又不是啥私信人员 我又不是逃犯 我又不是干啥的 你给我搞成这样子 你好我这个银行卡怎么 现在支付钱的时候 一千多块钱 他就说已经超额了 哇一千元都 一千元怎么用啊 那我现在转账也转不出去呗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限额 我现在要出国 我之前的卡都用得好好的 我现在已经在机场了 我现在支付个什么东西支付不不了 你如果要限额什么的 你至少提前通知人家 你这突然就给限制住了 这不是耽误人家事情吗 那现在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我马上出去了 出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用这个卡 服了 同学们我要气炸了 我现在在成都的天府国际机场 马上准备出国了 就在出国的前一刻 我刚才准备是买一张返程机票 因为我们这边出国的话 这是要求你买回程机票的嘛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的银行卡被限制消费了 单日不超过一千块钱 就现在给我限制只能用一千块钱 是转账不能转 然后你在线上消费 超过一千块钱都不能支付 给我气炸了 气炸了同学们 然后我刚才打电话去银行的客服中心 问他怎么回事 为什么给我限制了 我因为我前两天还支付得好好的 前两天支付了一笔两千多块钱了 都没问题 然后今天就刚才 我才发现给我限制住了 哎呀我真的是气炸了 因为我的钱都在这张卡里 我这张使用的钱基本上都在这个卡里面 我打电话就问他 他说是根据什么 哎呀我根本没耐心听 我立马就火冒三丈 其实我前段时间从非洲那边回国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手机卡也给我限制住了 而且不是第一次限制了 当时我在非洲的坦山里亚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用了那手机卡 因为之前那手机卡要接收国内的一些验证码 什么银行 什么各个什么平台 注册这些账号 都是要绑 有一天就发现我的手机卡收不到验证码了 然后他那边提示好像是说 由于我什么的长期没使用还是什么的 就是给我限制住 当时呢 我就也想了个办法给他解开了 结果我没搞多久 回来一次又给我锁住了 由于手机卡又给我锁住了 我回国以后呢 就打电话去那个电信公司问他 我说什么情况 你痛不痛把我手机卡给我锁住 那不耽误人办事吗 是吧 他说也是根据什么什么什么 我真的一听我刚才一听我这个火就火就大了 不要说什么都是为你好 啥为你好 这个东西你这不是耽误人事吗 我马上马上要走了是吧 你你这样一给我一搞我出出国以后 收个验证码收不到 现在银行卡给我限制消费 真的是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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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这个社会怎么了 这个社会怎么了 那都是你当时建行那个限制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吗 建行那边提示是什么 他就说当时你这个卡有点异常了 就是当时有点异常了 可能这个卡只能是取取5000块钱 那就是给你限制成5000块钱了吗 建行的卡 对啊你去银行他也不给你解开吗 他说不行啊 他说你这只能取现啊 要不你取出来啊 他就解不开是吧意思是 你就是因为解不开我才取现了呀 只能5000只能是5000 5000块钱给你的卡限制5000块钱 有储银行只能是1万 到我这怎么限制成1000块钱了 看不起谁呢 1000块钱能干啥你说现在 你买个啥东西都不止1000块钱 你当时跟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太在意啊 那就不是说只限制你的卡 是包括我刚才发了一个朋友圈发了一个动态 很多人都是说他们的卡都被限制了 有限制有限制5000的 有限制1000的 还有限制500的 我都有几人家都没让我看那个就是诈骗的 得让我看吗 那你说我这个很确定的告诉你说 我就是要用 我就是要用 我不是诈骗 那你后面也没也没解开是吧 有有有储的没解开是吧 那都靠去银行解去了 还能解开不都解了吗 这个是预防诈骗吗 不是预防诈骗 你换个什么西安分行啊 西安分行这种大的银行 你再去再去看看再去看看能不能解开 解不开你就原地沙坡打滚们 你说我的钱你凭怎么不给我 人家给你啊 人家不给你 只是不能大额转价 他就有限额转价 那我现在是一天限1000块钱 干个啥都不行 你买个机票都买不了 你机票的1000块都买不到 你现在是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面 他现在给你给你搞成这样子的事情 哎太恶心了 真的是太恶心了 我又不是欠的钱或者干啥的钱是吧 我放银行的钱还不让我用 给你来个限额 一天1000 我这马上出国 你是不是给我卡在这 卡在个点上 我现在银行 银行银行也不可能去办这个事 咋我把机票退了 是吧 机票不要了 明天再走 那人家怎么说 你签因为贴他的银行卡 他说那我这终于没办法 没办法 哎 我真的是 跟这人讲一点道理讲不通 这火大的人被他们搞的 那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人家自备家说的算 大家可以太远 太恶心了 本来心情好好的 说马上出国了 咋的 今天搞的 人家是一下子就是 啥心情没有 我们上次不是申请了 那个提前还房贷吗 我们那个还房贷的卡呢 他平时是绑着我老婆的银行卡 然后他上次去转账的时候 当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发现他的卡转不了账了 转不了账以后呢 他就去银行柜台那边办理 结果银行那边就在问东问西的 问他这个钱从哪来的 因为当时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嘛 然后他打电话过来问我 他说这个钱是怎么回事 咋咋咋的 我说你直接跟他说是我转给你的 你就说的是我老公转给你的 转给我的怎么了 反正银行那边就不行 反正问多问多问西的 没笔钱给你问清楚是哪来的 哎呀把人问的真的是 然后当时呢我老婆一气之下了 就把那个钱啊 直接从那银行里面提出来了 直接取了现金啊 取了现金然后再存到那个 房贷那个银行卡里面去的 真的是现在国内 银行这块现在怎么搞的这么恶心啊 真的是太恶心了 我们上一次出国呢 是选择去了非洲啊 选择了一个比较难的一个 开局啊 本来想的这一次呢 我们是去飞东南亚啊 想的是一个新手小白春啊 咱们也可以轻轻松松玩一下 哎 结果没想到 这下好了 又给我们来一个超高难度的开局啊 哎 我服了 我服了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搞啊 现在只能说先过安检吧 我刚才把事情已经拖了啊 拖了以后 现在过安检 过安检 就准备去等航班了 啥也不是三会 我给你带了 我给你带了 我给你带了